接著我們要教的就是所謂的公式 就是跟我們前面有教 電流、串連、并連的時候怎麼算 現在教的是電壓、串連跟并連的時候怎麼算 并連的時候有什麼關係、串連的時候有什麼關係 串連的時候 總電壓是各分電壓相加 這個一伏特、這個一伏特、這個一伏特 三個串連就是一加一加一變成總電壓變成三伏特 所以串連的時候呢 總電壓是各分電壓相加的它的核 那如果是并連的時候呢 就大家都一樣 一伏特、一伏特、一伏特、三個一伏特並連 總電壓還是要做一伏特、一伏特 這就是我們上次各位做實驗的時候 希望各位能夠從實驗中所得到的結論 串連的時候要相加 并連的時候要相等 請你把這個公式記好 我前面說過了 未來我們在做一些計算的時候 第一個會用到叫做歐姆定律 第二個就是我會利用串連跟并連的關係 去把答案算出來 就是這個關係 相等的還是相加的 我用這個關係把它算出來 OK請你記得 電壓并連的時候怎麼辦 串連的時候怎麼辦 串連的時候要相加 并連的時候叫做相等 就是串連跟并連的公式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 有人有人是用當抽水機啊 那我是講那個電幅梯啦 電幅梯 每一座電幅梯都讓你上一樓 然後你一個電幅梯串起來 這個上一樓 這個再上一樓 這個再上一樓 三個串起來就上了幾樓 三樓 就把它加起來 一個要把它往上抬 電池也是提升電位的嘛 就往上抬一樣 所以 我們就串起來 大一個 再大一個 再大一個 就越大就越高了嘛 所以就串起來 所以就相加嘛 這個上一樓 這個上一樓就加起來 所以串連的時候要相加嘛 那串連的時候呢 串連就像我們的高達屋 它可能同一層 有兩三座三四座電幅梯啊 這個上一樓 那個上一樓 這個上一樓 都是擺在同一個樓層 然後四座電幅梯 就是串連嘛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你合起來 你上了幾樓 你還是上了一樓啊 你還是只有上一樓啊 所以呢 通通都一樣嘛 所以串連的時候 電壓就會相同嘛 所以串連的時候要相加 病人的時候要相同 意思就是這樣嘛 所以就是我們講 電幅梯的例子一樣 總還是結果是相同的 沒有什麼差別 最後是跟你解釋 說明一下 為什麼電壓串連的時候是相加 病人的時候是 病人的時候是相等 那你如果呢 故意去把一個一幅特跟一個 1.5的病在一起會怎麼樣 結果還是一樣 結果還是一樣 只是中間會出點別的問題 所以會出點別的問題 東西可能會壞掉 可能會搞壞掉 所以 你不要做這種蠢事 就不要做這種蠢事 最後的效果 等效的電壓還是大家都一樣 可是你會強迫那個低電壓 要變高或怎麼樣 你會出問題 你會出問題 所以不要這樣做 OK 最後是影片 這我們上面看過了 上一次是看電流 這次把它看完 那就是前面是電流 後面是電壓 然後也一樣 因為我們還沒有交電阻 所以它電阻通通都是一樣的電阻 這樣的話我們才比較能夠處理 好前面先看是電流 1.0乘以10的2四方歐姆 然後1.5伏特 然後先去量它的串連的電流 然後發現電流呢 都一樣 電流都一樣 總電流跟分電流都相同 然後現在是量的是電壓 發現呢 上面量的電壓 這個動作是要併年的意思 這個計畫就是要併年的意思 讓它接成併年的意思 讓它接成併年電路的意思 這個動作是要把它併年 這個0.75 這個0.75合起來變成 相加叫做1.5 所以串連的時候 電壓是相加的 串壓是相加的 那麼現在呢 換上一個併年 這個兩個是併年的 兩個是併年的 也一樣 1.0乘20方歐姆 1.5伏特 然後就去量它 量它 第一個是量所謂的電流 好電流 好 15毫安 15毫安 合起來30毫安 併年的時候 電流要相加 現在動作去降接吧 動作是要讓我的 是併年 因為我的伏特機要併年 把動作連過去 我要併年它 然後呢 這個是1.5伏特 這也是1.5伏特 總電壓還是1.5伏特 所以這表示 併年的時候 電壓是相等的 相等的 這就是用影片 來幫各位驗證 我們跟各位說的事情 電壓串連的時候要相加 併年的時候要相等 讓你能夠了解 這是我們要跟各位講的 請你把公式備好 我們後面的計算題 要經常翻出來用 一個是電流的串連併年 一個是電壓的串連併年 都請你備好 OK 對 對